入冬上共的冷氣團發揮 經過中央企上共的感謝資料 在韓劉豬立 豁舍您看相訂作用之下 今天早上 台灣今個四半部的劑溫 都在十多以下 自己已經只有六點一度 破今年入冬以來的劑溫記錄 今天就是因為有一頭 氣溫有稍微發揮心 但是入冬後到明天早上 將還有另一波更冷的劑溫 提出面上有完要注意報卵 和劉伯德正在完都冷氣機 同意一頭早6點39分 遷現到6點一度的劑溫 是9年年代入冬 管车站遷現上劑溫的記錄 雖然日是日頭出來之後 氣溫有灰心 但是氣上就提醒 在暗頭日頭23年後 溫度中會快速下降 今天陰暗到明天早上 將再度迎來一波更高的劑溫 提到溫度可能激存三度 這種的天氣要對白日日時開始 寒流、檢測各地才可以漸漸回溫 各位健康師也提出 早起運動的民眾不用趕快出門 最好等待一頭出來 氣溫會心裡才出門 這才是可以改在下的運動 另外提出有三高的環節 還有心會更一般的環節和老四段 除了要移植到醫生的環節 吃藥、定期灰燼和控制飲食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照時間來扭火 當時做好火焰檢測 我出的時只要戴著帽子 口罩、秋頭和穿好保暖的衣服 一定要做好保暖的衣服 除此因為運動太多 這是運差太大 出事到心會更準備的發生 西新新聞 東國賓王秀三和二期彩虹報道